由聯邦新聞主黨國會議員關慧貞發起 制定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全國請願簽名行動 今日正式展開 華裔國會議員關慧貞 今年4月在國會向聯邦政府提出鬥關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訴求 獲得了加拿大傳統文化部国務秘書的正面回憶 並且得到各僑團領袖的支持 因此在決定今日開始 發動全國社區簽名活動 將民間訴求帶到聯邦政府 希望可以表示到給聯邦政府 知道我們社區的朋友非常支持這個運動 希望在12月13日立成做紀念日 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 重要的一點就是 讓下一代的朋友也知道這段歷史 加拿大應該繼續努力 在國際方面來推動和平的世界 關慧貞表示簽名活動在大溫地區四個指定地點進行 第一日請願簽名行動吸引了不少關心活動的居民緝家 我很希望至低限度我們可以簽到10萬個名字 為什麼10萬個名字呢? 因為安省他們之前已經做了這個簽名運動 他們都可以在省份上拿到10萬個名字 我們這個運動是全國的 不單止是在溫哥華大溫這裡 但是去到屋泰華、滿地可、多倫多等等 這項計劃希望在今年10月15日之前 收集到10萬個簽名 有關維禎宋教國會 謝謝